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越远越烈 越来越多人去报警通事 也越来越多人被传召入口供 事情的发展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被指出现 基督祈祷的这么简单而已 而是上升到像穆斯林传教 甚至有一些人说 是不尊重伊斯兰作为官方宗教的地位 那么各种保守以及偏激的言论 又再次的出现在互联网以及社交媒体群当中 情况没有好转 反而出现恶化的迹象 那今天有关单位 就是刚提到这位米尔呢 他也是在乌加曼的记者会上面 就说了进一步的发展 包括就是警方现在是援引了 刑事法典第505C条文 调查这一种案件 也就是蓄意煽动任何阶级的社会人士 或者是宗教信仰者 对其他任何的社会阶级人士 或者是任何的宗教信仰者犯案 那穆斯林组织在上个星期五 也就是27号报警了 就指控梅伊美女中 在颁奖活动上有基督教的祷告环节 有向穆斯林宣教之嫌疑 之后教育部也已经向这一所学校发出警告 在这个课题上呢 有几个面向值得我们关注 首先当然要搞清楚 学校是否违规 所谓的基督教祈祷环节 指的是什么呢 这些问题都是关键 是祈祷呢 是朗读经文呢 还是进一步的只是引述一段经文的文字 其实两者之间是有很大的差别 同时我们也应该要在这个时候 要了解和明白教会学校的历史 当初为何教会设立学校 之后呢 这些学校逐渐转成为政府学校 那么一些成为了国民学校 另外一些呢 则成为国民兴学校 因为校地和管理权的原因 那么我记得几十年前呢 就有一些 有几名了 有几名超级保守的政治人物 他们就认为说 这一些教会学校 应该把他们学校 校内所出现的这些实质量 全部给拿下来 因为这不符合大马的国情 同时也不符合大马的 伊斯兰和穆斯林 这很多数的这种国情 这种社会情况 那么这个问题呢 这个课题当时进行了 很激烈的这个讨论 最终当然没有撤下来 否则被拆下的 不仅仅是十字架而已 而是马来西亚的 多元中庸和包容的形象 那么大马在国际的形象呢 将会是一落千丈 跟那些保守的中东国家 或者是阿富汗等 其实没有什么两样 确实没有发生 嗯 那我们就回到说到 槟城每一美女子 中学的这个情况 那刚刚提到 警方是已经说 会在调查了嘛 那在教育部的方面呢 总监阿米瑟尼呢 就表明说教育部是会考虑 要依法来对付这一所的中学 因为这个学校 就抵触了国家的教育条规 那么教育部是有权 针对投诉 或者是相关的一些被子 出现违规的情况 展开内部的调查 但是教育总监的做法 是否过度反应呢 其实有不同的这个解读 那么我们看回去 其他的一些例子 今年7月就有一名 华裔穆斯林传教士 黄伟雄 他进入国中演讲 就引起了争议 但是在那个时候呢 教育部捍卫这种做法 那么黄伟雄是谁呢 他是多元种族改姓 穆斯林协会的创办人 MRM的创办人 还有主席 也是被印度通缉的 争议性传教士 Zakionite的弟子 那么掌权者呢 包括教育部 在处理这种情况 这种事情的时候呢 应该要非常的谨慎 避免遭到极端 或者是宗教狂热组织分子 利用来达成他们的议程 如果只是单纯的引述 这些祈祷文字的话呢 就不应该小题大做 那么教育部 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 要去处理 比如说 关注伊斯兰传教士的情况 那么还有其他被子出现的 暗地里宣教的行为 这些东西呢 往往是引起 非穆斯林家长的担忧 同样的警方也一样 应该谨慎的去处理 这些涉及宗教的课题 是这样子的话 马来西亚才是能够促成 一个团结 同时也是一个中庸的国家 下段回来继续带你关注 其他的国内交点新闻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